娱乐圈有些明星年纪不大名气却已经很大了 其中就有很多是童星出身 并且坚持下来 不断地完善自身 比如说杨幂、张艺山、杨子、关小彤等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关小彤 他有很多作品也深受导演和观众的喜爱 关小彤出身文艺世家 他的爷爷关学曾是北京情书创始人 曾担任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 同时还是单琴大鼓的第二代传人 关大师曾获得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牡丹奖是曲艺界的最高奖项 张艺谋导演的《有话好好说》里面的情书插曲就是关大师唱的 关小彤的父亲关少曾是一名演员 曾参演《青城之恋》饰演徐先生 在妻子的谎言中饰演江天昊等 而关小彤也曾跟着关少曾接过一些戏 关小彤的《妈妈李军》则是一名话剧演员 关小彤还没成年就有近百部作品了 恐怕没有几个童心有他这么忙当 近年来关小彤更是佳作不断 《一虎二主》《大丈夫》《郝先生》等电视剧中 都有不错的表现 除了在这些现代剧中扮演着青春期的叛逆丫头之外 关小彤也有主演《九州天空城》《轩辕见之汗之云》 《红球皇》等一系列古装剧 吻戏爱情戏也可以照样演 事实上婷婷玉丽的关小彤还有一个姐姐叫关小丹 姐姐看起来就是英姿飒爽了 一头短发就像个假小子一样 关小丹虽然不是演员 也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还不错 关小彤偶尔也会帮姐姐的忙 甚至在一些节目中还为姐姐的拉面馆做宣传 关小彤一家子除姐姐以外都跟演艺结缘 一家人也相处得和和睦睦 希望关小彤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